白腰雀曲 腸尾世襲 他平常會叭叭叭 我就叫他叭叭 你看他的腰部一點白色的 這個是外來種 但是聲音實在是好聽 他會模仿其他的鳥叫聲 然後他對於台灣化美是一個威脅 所以這是外來種是要移除的 但是移到不能再移了 還是沒有辦法移啊 你看白腰雀曲 尾巴翹起來是白色的 然後腰部的地方有一點白色 白腰雀曲 俗名叫做腸尾世襲 他剛剛有吹口哨 現在沒有吹 他等一下他會不會吹口哨 平常他就會這種叫聲 喳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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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喳� 他在這裏停留的目的不知道是什麽 這隻應該是公牛吧 然後他有那個領域性 所以一般在抓這個時候都是利用那個錄音帶 然後跟他挑戰 他就會過來打架 然後就用那個籠子把他抓起來 就是百搖雀鳥的抓的方式 這個也有人在比賽那個叫聲 那他現在已經是應該快要規劃了吧 因為反正也移不掉 你把他翹起來 好像這個時候特別白對不對 搞不好他是在求偶了 挺好久 他那個腰部那個白色的特別突出 他尾巴的背面也是 就錄到這裏了他不知道幹嘛 也不吹口哨叫兩聲 他的尾巴應該是刻意翹起來的吧 應該不是被風吹起的吧 他應該是自己翹起來的 沒有其他的 沒有看到母的啊 好 錄到這裡 錄到這裡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